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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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来就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一件事情 这是你过往的经验 对 那么更重要的是韩国瑜 是很多人会考虑到他会不会参加总统大选 那么所以对于台湾的人民的观点 他去大陆访问的那个险 来得比跟大陆交往的险还要更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涉险 他冒险 甚至有可能危险 他是一个入虎穴的一种险法 哦 那么至于后续会不会有一些效应 是 在演发出来 有人说富贵险中求啊 他既然去了险 有求到富贵吗 富贵当然险中求 所以不去大陆不行 拿不到订单 对 但是他里面有一定的智慧 他先去东南亚 再去中国大陆 再去美国 这个顺序基本上不笨 但是中国大陆不是吃素的 那么所以这个险本身就存在 再加上台湾选民最近的热情 会让这个险的几率啊 程度要再升高 等一下跟老师进一步请教 为什么这个顺序 先去东南亚再去大陆 然后再去美国 这不笨 那这趟大陆情之后 对于他接待去美国 会不会有影响 等一下就叫老师 不过委员写的是 红 扣红帽子 这个双冠语 双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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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就是 他在大陆当然就被认可 那我也看到大陆的新闻的报导 用环球时报做例子 那习近平在同一个时间去意大利 那个一带一路签约 这也是大事啊 结果韩国瑜的新闻是80则 习近平的新闻是28则 在对岸的篇数比较好 对啊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被报导的程度 那当然不要讲台湾 那就是很红的红啦 很红的红 不也包括被大陆认可 那回来台湾也红 红到朱立伦的民调下降 那柯文哲被别人化 是 这也蛮明显的啦 所以 就是人气到了最高啦 我认为大概就是最高的状况 别人说他在九黑一悬战的时候 已经到了高峰 没想到这上去大陆 媒体的关注程度 是完全没有降温的趋势 而且很可能会变成未来 台湾农产要特销中国大陆 可能是唯一的窗口 所以你看看农委会吃不吃胃呢 老大写的是风 怎么说 你在现场机场附近上 因为那三天 因为我那有三天我在中国大陆 他在那边有三天 尤其他正好在深圳站的时候 我正好在深圳威士上节目嘛 那我们上节目不是一天 我们是三天在那里 是 那么我的意思说 所以我在那里看到 就对他的报导等于说很直接 那在香港澳门还有这个 我们就感觉就是说 所以他们有的讲就是说 寒牛 现在是变成有人说暖牛 暖牛不够 现在是热牛 但是有人讲是哈韩风 哈韩风 以前的哈韩风是韩国剧嘛 现在是哈韩风 那韩风就是大家那个 你会感觉到就是说 那个他们那个热情 这个不输去年11月时候 台湾寒牛那些人的热情 是 那这个人呢 那我也接到很多电话 他就问的题目是让我都很难想象的 嗯 好像他选总统已经选定了 有什么题目让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 你说这个 对啊 关于韩国瑜啊 然后跟你问他的问题 问的问题都在都在帮他想副手了 已经帮他想副手了 那有的人就说 这是对岸的媒体问你的吗 不是媒体不会为他们没水水水 有些朋友啊 有一般那个吧 是 那就是我甚至就在深圳 我一个人在街上逛的时候 有人跑过来 嗯 问我说 他說 他說我见不见到韩国瑜 我說要见 要见一个还可以见到 那么你告诉他 副手找谁最恰当 我想到这么多 我想你们都疯了 不过随行的媒体采访团 我们看包括了蔡英文 包括了前段时间的柯文哲 包括了韩国瑜 都出访 那个热度跟随行的记者团的成员数量 这差蛮多的 我们有媒体同意跟着这次韩国瑜采访 就说他在大陆对岸也铸点了十多年 这次看到场面之大 在过去的台湾政治人物是没有出现的 就事实而论是如此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上面提到了 像陈平通就说 诶 这个可能要罚50万 如果牵涉到具体 可能对台湾有影响的一些 行为内容的话 可能可以罚款 另外包括了 国安单位也说 他进中联办不算违法 但是呢 有没有可能掉入被统战的陷阱 这部分要就教老师了 不过我给大家先看一个 很多人搞不清楚中联办跟国台办 台湾到现在还有些观众朋友 搞不懂这两个单位到底在干嘛的 感觉有中这个字 就比较中 有国台的 有台的字 好像比较友善 但搞不清楚层级 大家特别看一下 国台办属于中央的了 那中联办只属于中国 只属于中国的国务院 他是承办中央政府的交办事项 所以很明显的国台办的成绩是高于中台办 应该可以这样讲 解读相对吗 中国大陆讲的是你是属于哪一个级别的 如果就级别来讲的话 中联办跟国台办 中联办只有香港澳门有 那么跟国务院台办来讲都是正部级的单位 所以就级别来讲他们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级别上来讲是一样的 对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就人数来讲的话 香港中联办的人数比国务院台办还多 我想在中央的人数来讲 是更多 可是 在台湾没有人 不台办是对于这些台湾的政策 在这个拟定的部分上面是比较 对他是一个直属国务院的一个办事机构 那么在整个部会来讲 他是等于是内阁中间的一部分 只是说国务院台办在内阁里面是 比较junior 比较小的 是 影响力也比较小 那么所以有些事情 我们陆委会跟大陆国务院台办 谈好的事情 他国务院台办回到大陆以后 再去协调其他部会的时候 有的偶尔会碰到一些困难 因为他虽然都是部级的 正部级的 但是他排名比较后面 是 不像在台湾说陆委会主委 要见总统或是讲什么话 动见观瞻 在大陆国务院台办的主任 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这是一个事实 我刚刚提这个问题是因为 很多人认为说他这一次进了中联办 就有卖台的风险 跟被大家质疑的部分 不过新闻媒体是不太健忘 因为很多资料画面 立刻就有媒体把当时陈菊去见了 张志军的画面也调给大家看 所以那张志军是属于国台办主任 那这次韩国瑜进的是中联办 那陆委会说 韩国瑜进了中联办 就是有可能 这个被统战的风险 难道当时你的陈菊没有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橘子跟苹果 或者张飞打岳飞的问题 因为这两个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如果单就韩国瑜进中联办来讲 那么我个人如果有机会 在事前跟他建议的话 我会认为不要进官署比较好 但是跟中联办的主任会晤 有它的实质意义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中联办是 中国大陆中央驻港的机构 各个统合的一个机构 那么所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港府 它背后的常见人 或者是下指导旗的就是中联办 那么所以今天我跟港府 谈好了任何的东西 如果要真正能够落实 是我跟港府讲好的东西 不会有声变 那么如果我见到了中联办的人 有了中联办主任 说你这次来得对 你这些签的这些 包括输国啦 就是更打包票了 打包票就比较稳妥 也给港府一个定心丸 就是说我答应韩国瑜的事情 我跟你谈过的是OK的 但中联办已经背书了 都背书了我可以干 但老师你提到重点 如果你是他的幕僚的话 你建议他不要进他中联办的官署的部分去谈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因为之前马英九 郝龙斌 朱立伦 胡志强都去 都去香港访问 但是没有进重点办法过去 因为第一个进官署的话 出来变成各说各话的可能性比较多 对不对 就说我说我进去讲了什么 他讲了什么 那么我必须要防这一招 第二个以韩国瑜 韩国瑜现在在最少在台湾 或者是香港的高人气 他可以说我愿意见面 但是我不进官署 我在别的地方 那韩国瑜的周边 没有这样的幕僚提醒他吗 我不晓得 这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以他的高人气来讲 他如果坚持说 我不能官署拜会 但是我即愿意跟你见面 请到我下他旅馆 或我们找一个 你选的地方 都可以 但是不在官署 我相信中联办 应该会答应 那民进党要打了他是秘密交易 那我直接问三个来宾一个问题好不好 因为韩国瑜进了中联办 有被質疑的空间 但他也同时这趟 带回来了52亿的订单 我们看到这段时间 服务院党是连番的炮轰他 包括了可能是跟红走太近 请问服务院党连番的炮轰 对于韩国瑜 有没有杀伤力 帮我举个业手弄 我们看到这段时间 全部都在轰他 新闻媒体上报太多了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韩国瑜有没有杀伤力 都没有杀伤力 包括郭委员你也认为没有杀伤力啊 因为 那个产销失调是事实嘛 所以老百姓的东西要卖 要有通路啦 那除非你能帮他解决这个经济问题 否则你用政治打经济是没有用的啦 你认为没有杀伤力 为什么民进党的服务院党 所有人都在做这个事 他打的大部分都是政治嘛 事实上你应该从经济来 比如说来评估他的52亿的订单 稳不稳妥 事实上已经有人开始分析了啦 因为这里面大概有31是备忘录嘛 那 而且他签的单位坦白讲 有很多是国营事业啦 国企 所以当然具有政治性嘛 比如说深圳的那个海极 海极星 那个背后就是深圳市政府 那我们也看到福建也有一个国资委的集团出来跟他签约 那 因为他这个跟马英九时代签的还不一样 马英九那个时候签的非常的特定 比如说他是针对自销水果 嗯 那他这次就签的很笼统 就说我大概就是签了一个叫农产品订单 那有一些地方指定要凤梨啦比如说 那可是他们回去高雄市查 发现那一家生产金钻凤梨的最大的那个厂商 事实上他已经没有量了 都被订光了啦 那请问你如何履行这个合约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签这个订单有点太笼统 那当要落实的时候 可能会有经过很多环节要通过啦 你的检疫啦 那到底是哪一个集品啊 委员是说你用经济的层面去检视他的经济的口号 那比较有说服力 你用政治上面的打下去杀 杀不了韩国瑜的 呃因为我认为对这个事情很敏感的选民 大概就是那些人 我当然也同意建政兄的分析啦 就是说 靖官署这件事喔 以韩国瑜的 这个高度喔 他是有筹码 去做bargain 因为 如果马英九好龙斌跟朱立伦都不去 因为确实会有这个 他会拿这个去做宣传的可能性 但针对这点一直打下去 你认为 沙桑林也有限 因为真的care这一块的台湾民众没那么多 而且 是吗 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去了 因为他实际上是进去吃饭嘛 那国民党议员有跟他一起去 那当然 难免啊 地主一定会讲一些什么 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就啦 这个一定会讲啦 那他会出去怎么讲 因为这个有象征性嘛 就是说台湾最高人气的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甚至未来可能当选的 那到了这边看到了一国两制的成果 那因为你没有表态嘛 比如说你并没有讲一些 台湾老百姓对一国两制有不同的看法啦 你都没有讲任何话啦 那当然他就很好就可以说 他是这个承认或接受了港澳的一国两制成就 我就顺着委员这段话 给大家看一下 也的确是如此 因为香港媒体就把这次韩国瑜去出访大陆 相关的行程做了很多的标语 那登上报呢 你看用了字也特别留意一下 犒赏 超过十亿元的港币的订单 犒赏 大陆市委书记 召见 召见 上对下才用召见这个字 韩国之委监控的企业 港涉贪清盘公司 还有这个私通大陆默认一国两制 港媒其实对于这次韩国瑜的访问 其实是评价没那么高 比我们还激烈 比我们还激烈 因为现在香港和大陆的一些关系的一些 一些紧张吧 那很显然就是韩国瑜 韩国瑜在香港的媒体当中 你就是被北京当成是一个宣传的样板 所以才会有如此这样一些 比较负面的字眼评价出来 那老大你认为对于台湾在韩国瑜身上 沙昌的也不大 首先这个 对于这个 就是说韩国瑜在那边造成这个情形 像中联办的话 我觉得黄教授讲得很对 不过稍微那个一点 因为我香港也很熟 香港 香港人有一句话 茶要喝大碗 就找中联办 茶要喝大碗是什么意思 是要做大的生意 一定要找中联办 所以大家以商业来讲的话 渐渐中联办对这个商业 他是有很多 他是会有帮助的 所以他是严商的这个角度 那另外就是说 陈报呢 我的感觉就是陈报 第一个他是 他这个要看哪个报纸报 就像我上次讲日本的话 你要看产金新闻 一样 那陈报是很诡异的一个报纸 那陈报为什么很诡异 就第一个 他在50年代 是香港三大报之一了 没有错 他后来应该因为他是统中共的报 但是不要忘了 他的老板现在在美国 而且还跟美国 不知道CIA还是FBI合作呢 那这样的一个人 他已经在美国 不怕你中共找麻烦了 那他这个心态是什么心态 我们套进美日内部的一句话 就叫CD China Dog 因为他们有一句话什么 就是他们在 每日他们就讲说 我在大陆 我给这个官员的红包 就是我给他的 我要给他的红包 是他几年的薪水 我在他面前还是一条狗 但是呢 我把他的家属弄到美国去了 居住了 他就变成我一条狗了 所以这个要微妙要做 所以我对陈鲍 我不相信 解释他的背景 那台湾就跟着陈鲍去骂 但是我就觉得 因为他们怕韩流是什么 所以我写个打油尸骨一下 老大来都有尸 韩流大陆变热流 府院当然要断流 不过方法得要能入流 说人卖身太下流 说他卖台太下流 说他卖身 卖身 賴清德讲的 说他卖身 我觉得所以你要 你没有错 你两党要竞争就是一定 他过激你要讲 他过游不让的地方要讲 但是你不要用一些其他方法 否则你是负面效果 所以你假如说有些那个的话 所以这场本来你是可以有一点 有一点效果 但是你打错了 所以你就没有效果了 打错了 所以你的手法 应该是打过头 打过头 这是我来问一下委员 因为 我就举个例子来问一下你 王世坚议员 前两天说 柯P最近人气下滑被边缘化 当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很久没骂他了 我很久没骂他 新闻没有报 他怎么会有关注度跟红呢 所以 我不骂他 他人气下滑 你看韩国瑜 韩国瑜这段在大陆的时间 民进党是不分层级轮番在骂 骂到他感觉是一党十 有人说 台湾一个最大的公司 就是讨厌民进党 他好像变成讨厌民进党 一个出气唯一出口 这样打下去 他反而变成那一块民众当中的英雄人物 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跟他有同样的声量 后面越打 反而越让韩国瑜变成的英雄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是有点故意 因为 坦白讲民进党是评估 第一个要先把柯文哲边缘化 因为柯文哲抢到的票 大部分是我们的票 那打韩有助于边缘化柯文哲 这是第一个效应 那第二个效应 因为韩国瑜这个人比较直来直往 所以他出来大概就是直球对决嘛 那直球对决我们的 选民就会比较热啦 就是说到时候要气饱 那恐怕是柯文哲被气饱吧 那我们因为 国民党目前为止一直有一个问题嘛 就是白加绿一直大于他嘛 虽然韩国瑜很热 可是大概只有四成左右啊 那我们加柯P是六成啊 所以我们只要在 绿白两个人里面是第一名啊 那打到最后我们就有机会胜出啊 身为民进党预论国委员 如此坦率的分析 真正媚后的思考战略 真的很多人这样思考 真的也是实情啦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那也在考虑YES就是这方面 就是这个原因 歪打正着 真实情啊 所以这段时间韩被民进党打得 如此有人气之望 最主要其中的目的就是 先把柯P给完全变远化 先把主要敌人打掉 好 再来解决制要敌人 难怪柯P就说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落寞 我们回来继续聊 韩国瑜访问大陆 不只是两岸媒体高度的关注 就连老美也非常care 你什么时候看过 美国在台协会AIT 跟外交部会联合开记者会呢 而且在会中 AIT还特别高度性的媒体朋友 对于韩国瑜去访问大陆 我们有一些相关联系 你看一下 我们特别做了一个 香港的相关报告 就是有关于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 美国认为 现在香港的自治程度 确实减少很多 人家问他韩国瑜 他说你去看香港的报告 那不就是不言可遇了吗 所以请教一下老师 先请问 AIT分享这样的一个影响报告 或者是韩国瑜这个访问行程 然后让AIT 去跟台湾的外交部 一起联合开记者会 这状况在过去有出现过吗 单就美国AIT的处长 等于形式上的美国驻台湾的大使 对 到我们的外交部里面去 是经常有 但是让媒体拍 跟我们的外交部长站在一起 开记者会 公开的宣布 公开的宣布 美国跟台湾 后续要合作的项目 第一次 第一次喔 第一次 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么这个 当然就很多解读了 有些人说他是挺小鹰 那有些人说他是挺台湾 有些人说是因为美中贸易战 所以台湾被拿成一个超级按钮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做 还有另外一个 大家比较没有谈的 是美国国会有台声量之大 行政部门必须要有所作为 来回应国会的关注 同样的我们立法院如果 有那种气氛的时候 我们行政院一定会做一些事情 然后去国会报告的时候说 我这个有做 这个有做 要有交代 今年又刚好是 ACC就是这样 是 反应太激烈了 有点over了 今年又刚好是 台湾关系法40周年 各位观众 4月10号 就是美国卡特总统 在国会强大压力下 通过台湾关系法 签字生效的40周年 40周年 那么也因为那个法 所以有AIT 那么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今年 本来AIT在台湾 就每一个月有一个重要活动 等于是一个节庆一样的 那么再加上现在的种种因素 所以 尤其是对美国国会 要有所交代 老师认为是挺小英的成分 多一点 还是借此来警告韩国瑜 不要那么倾中的味道 也有一点 我觉得美国是 AIT的做法 最主要是promote 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对国会的回应 另外一个是希望在中国大陆 越来越强 在两岸失衡的时候 美国能够有一些具体的作为 让台湾的名气 不要受到太多的冲撞 让台湾的信心可以增加 另外一方面也庆祝 这个40年来美台中间合作的一些成果 这个比较多 美国伸手进去操弄什么 民进党跟国民党的选举 或者是挺小英不挺赖清德 少一点 我觉得这个就想的比较多了 比较远了 不会那么早了 现在两党的初选都还没有办 美国现在在操作的这个东西 基本上最起码我看不懂 所以媒体延伸解读 这个AIT的发言人的谈话 叫媒体或者是民众自己去看这个贴文 好像有点反韩国瑜 这是媒体自己的一个解读延伸性的 但我想问一下 包括老师或委员 委员先好了 你帮我们做个研判 这一趟大陆行之后 接着就是韩国瑜要去美国了 你觉得最重要的观察重点是什么 会不会影响到 韩国瑜去美国的 所有的相关建的人或行程 其实美国最近也有 私底下见赖清德 所以他事实上是对 可能的参选人都在接触 那因为柯文哲已经去美国了嘛 所以美国大概也了解 不过你可以看到葛来宜 后来出来放话 说两岸一家亲根本不是两岸政策 他希望知道更多detail嘛 比如说具体定位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大概也是要面对这种问题 因为你确实可能成为候选人 你名料那么高 对不对 而且即使没有选 也是国民党最重要的浮选大家 影响力也很大 所以美国真的要具体想了解他 比如说对一国两制的看法啦 对九州公司是怎么理解啦 那预期未来洗五条 国民党要怎么回应啊这些啦 那我觉得韩国瑜不能够简单过关啦 美国人一定会 不过之前预告的一些行程当中 并没有见到美国相关的一些官员那一部分 大部分的支付比较多 那个 越接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OK 因为柯文哲一开始也没有 那后来AIT就介入协助了 所以后来我们也看到他去Heritage演讲嘛 对不对 本来也没有这个正式演讲 那后来Heritage就浮出来了 显然柯文哲的 当时两岸一江七 美国觉得是不够的 你觉得韩国瑜去美国这一趟 他可能有准备好一番说辞了吗 不他当然因为他是国民党嘛 那国民党本来就有一套路数架构 那美国当然比较 想要了解的是他会走多远 坦白讲是这一种 因为比如说和平协议 我们也现在看到吴敦毅在推 那朱立伦受到压力也搞了一个什么 这个金门的永久和平宣言 那你的立场是什么 之类的 我觉得 要一个姿态 美国人很了解这个 我想先刚回过头问一下老师 你刚刚讲说 先去东南亚 再去大陆 再去美国 不笨 为什么 第一个 如果韩国瑜先跑中国大陆 那后跑别的地方 基本上被做新闻的这个材料就更多了 那么先去东南亚才去中国大陆 那么相对来讲可以减缓这方面压力 另外一个先去中国大陆再去美国 又可以减低另外一方面的一些疑虑 为什么 因为要把生意做起来 要拿大订单 还是要靠中国大陆 美国能够拿什么订单 因为 因为他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赶快有政绩出现 政绩出现 政绩出现美国不能给他 第二个他又没有 我觉得他个人还没有决定要不要选总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排后面是正确的 任何在台湾要逐大位的人 那个要改善两岸关系的 都必须要在中美之间要拿捏 那这次韩国瑜去访问 跟其他人不一样 郑文燦 林又昌 柯P 都 华府都已经弄过 照片也PO过了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 今年要选总统的人 大概华府只会一次 你一定要制造高潮 那高潮只有一次 你不可能去两次都是高潮 所以我这次没讲清楚 我下次再来 所以朱立伦为什么只去加州 还不去东南 对不对 因为他保留了 时机未到 所以你去那边 是另外一个 我们讲的话就长了 所以 这次韩国瑜的行程 是哈佛大学 跟Stanford大学 所以一个在Boston 一个在旧金山 只有到大学演讲 并没有到华府去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并不是他老早就想好 说我要去安排 美国什么行程 是顺势而为 那么我们只能够想像 因为他去Stanford大学 演讲的那个厅 就是朱立伦才刚去过的 所以他要讲出 跟朱立伦同样的题目吗 有什么不一样的内容吗 这他自己要去考虑 我的猜想就是 在哈佛大学 可能政治题目 比较多一点 包括什么 九二共识 你到底怎么诠释 你觉得未来 两岸关系 该怎么处理 那加州的话 可能就是 跟朱立伦差不多 乔豹见面 另外就是 新兴产业 这个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 所以经济政策可能加州比较多 但是在Boston你逃不掉 哈佛大学一定谈政治 老大你怎么看 现在美国包括了 比较 刚刚教授还特别提到 AIT跟台湾的外交部 是第一次联合开机记者会 当然有一些 它历史的背景跟因素造成了 现在这么多事情 就刚好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 美国有开始在选边站吗 还是还在观察 首先我觉得绿营也好 独派也好 不要说这个外交部 这个就说AIT跟外交部 联合开记者会 就大受鼓舞 不要忘了一个月以前 一个月以前 普瑞哲是很绿的 普瑞哲骂台独 然后AIT是公开讲 反对台湾独立公投 然后一个谢苏丽呢 那个时候讲说 国会要请蔡英文演讲 谢苏丽呢 他强烈表态说什么 在这个时候邀蔡英文到国会演讲 这是公然挑战中国 绝不是小事 你不要忘了 所以这是什么东西 你要再仔细看 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在黄老师面前搬搬弄斧 那个时候跟中美贸易谈判 他故意放这个 表示说我把台湾有在押注 希望中国的那些产品 能够好一点 可是中国在这个税上面 有一些不让步的 所以他后来 他现在要再谈 所以再谈呢 他要打台湾牌 又跟台湾做点这些动作 他是看你中间这个 因为川普现在官司不怕 他要选票 他要选举 要选举他就要 觉得他经济上有收获 经济上有获利 所以呢 我是觉得说 台湾还是他们的棋子 我希望蔡英文 不要变成他们的猴子 因为蔡英文属猴 不要被人家耍 这件事情都慢慢在后面看 那对这个呢 也写个打游丝感慨一下 感慨 打游丝 台湾自己选总统 中美都想能操控 拿捏亲美或亲中 决定失败或成功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最好两边呢 能拿捏清楚 不要一下就觉得说 情势大好 这个是不一定的 所以呢 美国都这个 他们这些呢 可能都会在六月以后 七月以后 才会看出他们的心态 立即要选 台湾大卫的人 这美中问题 永远是逃不过的 都要去面对 这个我们补充一下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韩参选 那如果对上赖的 那亲美亲中对决大概确定 齐之鲜明 齐之鲜明 可是国民党如果是猪 那就非常模糊了 那如果是猪跟鷹 那就很模糊 很模糊 就非常模糊了 不过猪是胜在有危机解密的背书 当然 是 我刚刚那个早上讲的 台湾牌 我给大家列一下看一下这个 这是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跟美军的 司令部的司令 Davidson都有说话最近 我特别请教一下老师 就是在这段时间 蓬佩奥特别讲到 美国正用所有的工具 阻止中国大陆透过外交手段 固定台湾 这段话是在蔡英文出访时间讲的 她说强调 台湾旅行法是非常重要的立法 美国会有更多的行动 来执行这个法 你听到美国会有更多的行动 来执行这个法的时候 你心里头的OS是 觉得振奋 还是觉得有点担忧 我振奋高于担忧 振奋高于担忧 为什么 因为美国 美国基本上是老谋深算 他要有更多的行动 但他并没有说我这些行动 都是要刺激北京的 我觉得现在有两块 你说美国有动作 但不代表说这些动作 都一定是要刺激北京的 在台湾办一个亚太妇女论坛 美国主导 邀请一些人来开会 还有非外交非军事的部长 有有 对 而且那个美国国务院 主管国际事务的副助理部长 副助亲 在蔡英文的专机落地以前 先到了台湾 这些有没有以实际的行动 来加强台美关系 有喔 有有台作为 但是不是针对北京 但是我没有做到 让北京要跳脚 对 但是对于绿营部分 或是蔡政府部分 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宣传功效 可以这样讲吗 对可以 但是美国人 你可以去说他 这个东西有帮蔡总统加分喔 但是帮蔡总统加分是 针对赖清德呢 还是针对国民党呢 如果你这个跑去问AIT 我跟你保证 AIT会说 我们做的完全是挺台 台湾不是任何政党 我们不是挺任何政党 我们认为台湾现在被受到 国际上面受到压力太大 我们美国作为一个好朋友 愿意帮助台湾 他绝对会告诉你 清楚的讲 我没有要帮任何人 嗯 可以说是完全 我补充一下黄教授啦 比如说上次AIT落成嘛 嗯 那他派来了那个 那个代表玛丽亚 他就负责教育了 嗯 那坦白讲我们是有点失望 可是有没有是一个正式代表 也是啊 是正式代表 对啊 但北京不会那么生气 对啊就是这一种嘛 那我们也比较没有感觉吧 是 因为他的知名度当然远低于他先生啊 是是 还有比如说他本来不是要派陆战队驻守AIT 嗯 那到现在还没有定案啊 嗯 那预算问题啦 哦 除了驻守台湾那个美军陆战队这问题 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就是 最近 美国国会的议员又开始提出一个 所谓的 有人叫做台湾旅行法的2.0版 更加对于台湾有保障的 叫做台湾保证法 一个草案要出来 分几个类别 包括了军事投资外交跟国际参与 军事的部分不只是海军陆战队咯 在这法里面他们说 未来要有高阶的将官驻台湾 有可能吗 还有国际参与的部分 美国应该推动台湾有意义的参与 联合国 世界卫生大会 民航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 等等的国际重要的组织 这个法 虽然是草案在国会当中 但有很多国会议员有台要推出来 我想请教委员 这种法 就算被真的立法 也是放在柜子里面吧 因为真的要去推动台湾参与 联合国这些组织 或者是将官到台湾 有可能吗 不 现在还在联署啦 那 不 台湾旅行法也是国会通过 后来川普盖章啦 是 这个如果通过 那当然是不得了的事啦 光是第一项就吓死了 是啊是啊 比如说参加军演 高阶将官驻台 这个大概就 违反美中正常化的三原则之一吧 嗯 中国一定抗议的啦 一定会有激烈的动作啦 可是这个美国就是 本正跟北京就是这样在拉锯嘛 嗯 那国会当然 国会不能提出来立法 就根本还没过 对不对 不 可是国会本来有台的声音就比较强啦 嗯 那他们当然就会提出 最支持台湾的版本嘛 嗯 然后再让国务院 川普去跟中国做 拉锯嘛 做谈判嘛 大概是这样嘛 小英回到台湾 韩国瑜回到台湾 老大你奏合来评估 两个人都出去 一个是敞了订单 一个是在 出访期间 拱布的邦交 也过境的夏威夷 也跟美国 你看有这么多国会的议员 要提这些法案 或者是刚才 蓬佩奥讲的话 都在小英出访的期间讲的 所以提升了台湾的声量 对于这两个来讲 你觉得都出国了 都离开台湾了 那到底谁声量 比较有加分 这个 就是你要看你是怎么样的感觉 那个 就是说 你假如是以中国大陆的感觉来说 他不会低估 这个蔡英文 美国对台湾的动作 如果中美中西一战的话 你记得 在战争学是有一句话 决胜的关键是在 时机到的时候 你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今天美国定这个 你也不能从这边看 那是国会的事 行政没有通过 或者他是通过是通过 但是不会这么做 但是不要忘了 他都已经准备好了 方案都有了 都有了 所以有一天的时候 时机到的时候 这个会那个 所以对台湾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台湾是不必高兴的 那台湾到时候就变成叙利亚了 那个情形就很麻烦 就真正的 他搞成这样 他的将官驻台 这代表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 对中国大陆来是绝不容忍的 所以那美国也是 也是在那边摸 这个摸石渡河 一点一点的这个 所以我觉得说 南营这边也不要认为 那个都没有用 但是绿营也不要太高兴 也不要以为是美梦成真 那是噩梦成真了 不是美梦成真了 不是美梦成真了 所以台湾还是要考虑 就是说 小国权宜之计 大国是都会谅解的 在这个 在这一段 在这一段要 对不起打断 在这一段要进广告之前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要问什么大家都知道了 郭台铭最近办了 LINE的官方账号 现在开始跟很多朋友呢 每天早晚会续寒问候 有人说 韩国瑜口中 这个老鼠脱脱鞋 脱脱鞋 后面有更大尾的 讲的就是郭台铭 这最近看起来很多 消息都说 郭台铭心里面的OS 并不是完全不可能选 2020总统的 毕竟他也是过去一年当中 唯一一位 真正见过川普本人 而且握过手的人 而且看到川普当了总统之后 他虽然个人没有去经营事业 不过他的女婿 在中东赚那么多 他的女儿在大陆也赚不少 这不都是他当了总统之后 一些政策 虽然他手中有很多资源 所以他家族还能赚钱吗 会不会给郭台铭一些启发 让他真的会起心动念呢 我简单先问三位来宾 我上个月 也问过我们另外一组来宾 賴清德或被选 大家都说他不会选 就他选了 在台湾 大概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此刻问他三位来宾 你的感觉 郭台铭有没有可能 真的会 有选总统的可能性 全或差 驚奇之道 三位都认为 有可能是会出现 老大认为 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那你有一定是不认为 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是要看情势的 看情势 对 但他绝对 他绝对现在 有点这个念头了 有点念头 你从哪边看出端宁有念头 第一个 就是他的脸书开始更新了嘛 然后这个外面任何讲 就是人家讲说 韩国瑜讲那个老鼠尾巴 后面拖得更大的 大家都暗示是他 他也没有否认嘛 他现在脸书每天有在不断更新嘛 那你干嘛跟你做生意需要更新嘛 你当然是另外一个了 那另外讲一讲你老实话 你可取而代之 这是英雄人物的那个 所以商业是个帝国 但是呢 政治可能是更让人夯奋的帝国 对男人来讲 对男人来讲 那是更强的 政府 所以但是呢 可是有一点呢 就是他这种人 跟一般人又不一样 他不能失败 他将更难面临失败 所以他观察形势真的是OK 所以他就是一定是要整个评估了 所以我想他现在的日子不是很好过了 就是因为 夜夜难梦 你的心里有念头之后 就想的事情多了 晚上就不一定睡到 夜夜难入眠了 所以他心里面的OS 观众做了一个解读 您可能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就后续有待观察 薛律平哥马上回来 其他话题 来 这礼拜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蔡英文出访的时间 美军的海岸防卫队的海巡舰 又再次走过了两岸海峡中间 我想问一下老师 这一次特别带的海岸巡防舰 跟过往来的美舰 意义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美国海岸巡航队 基本上是执法的 跟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只差不多 那么这一次带上 或是我们看到有 跟过去有别于 过去都是军舰 两艘军舰 这一次有海岸巡防队的船经过 我个人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是刚好 刚好 因为是刚好 那么但是我看到 我比较担心是另外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美国在过 从欧巴马的这个sequestration 叫做就是照比利统三预算 那个时候开始 美国的国防的这个 这个所谓训练经费 一再地被压缩 所以美军它现在部署在这个外面呢 就是靠港的时间变很短 出去巡航的时间很多 所以它变成每一个船 包括船体 包括人员 都非常的疲劳 而且有缺缘的现象 这个已经是事实 而且已经有两三年了 海军最平显 对 所以你跑去日本的这个 所谓横须鹤港 你去看美国的同样同级的舰 美军的舰艇跟日本的舰艇 放在一起 你会发觉那个美军的 好像刚刚出去大操一顿回来 的那种感觉 从外观就如此 是 所以我觉得 倒给我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美国将来会用Coast Guard 就是用一部分海岸巡航队的船 来负担这个西太平洋的任务 所以你担忧是这一部分 我想的可能是 缓解美海军巡航压力的一种 美军太超了 经费也不太够 超得非常厉害 所以来的是海岸巡航队的话 等于西太平洋这地方的 他的捍卫能力要更低了一些 要Coast Guard的军备水平够吗 够够够够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想像 就是说 比如说Coast Guard 跟我们的Coast Guard 会不会有一些 那个就是 回家再去演绎的故事 不过你回去 回头看这 这过去这六次 到了海峡中间这地方 有三次 来的时间点都跟蔡英文 蛮有关系的 所以郭委员 在你的眼中 其实川普 就几个候选的排序 我们前两次好像请教过您 您认为说 蔡英文在川普美国政府当中 是最不会去制造麻烦的 No.1 也是川普可能是最挺小兵的嘛 那如果是郭台铭出来 勒 郭台铭真的是一个 从来没有评估过的变数 事实上 我刚刚也想补充一些细节 因为他推出LINE嘛 那跟脸书很快就破10万粉丝 结果居然还发行送帽子 是啊 这个动作就很政治 还有送一些农产品 农产品是他那个 鸿海是挺那个 富士冈挺韩国鱼 我的意思说 我们政治人物选举 才会想送帽子 因为你戴着嘛 上面是个国旗跟鸿海两个字这样 对 然后 我也认识一些鸿海的高层 嗯 他们就感觉郭董最近比较有心事 哦呦 怎么说 有生活做起不一样吗 因为他们 他早上通常会跟一些重要的干部一起做 开会 陈超 陈超 那从来没有缺席 嗯 那最近偶尔会缺席 那听说就是晚上没睡好 哦 没睡好就是有心事嘛 那可能就在想一些 他以前 比较陌生的领域啦 哦 因为坦白讲企业帝国那么大 很多大概都想过了啦 嗯 那当然最麻烦的问题是 国民党内部啦 因为他一定要跟国民党做整合嘛 嗯 就好比我们 2014推荐柯皮选市长 嗯 那我们也是帮他背书啊 是 可是那个情况是 我们有跟他签协议嘛 就民调比书你 我就来选 对不对 那国民党 有候选人啦 嗯 至少朱立伦跟 王金平都相选 这一部分是很安全的 而且都要登记了嘛 对不对 那吴敦宜跟韩国瑜 我认为比较好说啦 嗯 这两位怎么处理 嗯 所以他可能 头也很痛啦 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最近可能想的领域不太一样 所以晚上睡不睡很好 早上没去做 不过真的老大讲的对 嗯 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 这么严肃过 嗯 欸 我刚刚问的问题是 这两个人是握手的 而且互相 英雄 席英雄 其实有看看 我其实有一个 战略的想法 为什么他会起心动念 嗯 因为坦白说喔 中美贸易战这个局啊 已经牵动到 鸿海的战略抉择了啦 嗯 那如果说中美又是对打 那他受伤很重欸 因为他两边都有嘛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企业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必须要成为政府的主流思维啦 这是他可能会起心动念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 因为他认为他可以在这中间 同时处理中国跟美国的矛盾 让他的企业也比较相对不受伤 如果他真的出来 川普懂他比较多 还是懂蔡英文比较多 嗯 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面向 当然要看郭董对那个 军事外交的 总统的任期是有限的 是 企业的帝国是有允许的 对对对对 所以川普也会想他卸任以后的 对对对对 川普家族 要跟谁交往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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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道理 所以川普心里面会真的 比较in favor哪一个人出来 我是想像空间才太大 不过川普最近稍微 省事一点清爽一点 因为 通俄门让他乌云造顶了两年多 终于Muller最后做的决议 就是不建议起诉任何人 这让川普有很大的挥洒空间了 因为他说 在过去这段时间 很多人做了恶劣的事情 出卖了国家 我们经历了很恶劣的这段时间 有些人绝对会受到调查 所以有些舆论就想说 惨了这段时间 包括CNN纽约时报 对于川普很多的报道 现在看起来 好像当时的爆料 并不是那么完全有杀力的根据 那川普所谓的要接受调查 是不是讲媒体呢 另外一块我要问的就是 他如果说在通俄门官司脱身之后 很多媒体都在研判 因为他没有这个羁绊了 他更有时间跟精力 也更有余任有余的 可以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 去要到更好的一个deal 所以接下来美中贸易谈判 川普可能会更加的失利 老大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接下来对美中贸易谈判的看法 首先就是对美国人来讲 美国一般他对法律他很清楚 你这个要给你判罪的话 一定要具体证据 是 你具体证据很简单一个案子 辛普森杀七案 几乎大家都认为是他 但是没有具体证据 法律不能给他定罪 所以在美国会很讲究说 法律不能证明他有罪 并不必要是法律证明他无罪 因为是无罪推论 而且你不是说证明他无罪 我们台湾很喜欢判无罪 就是说你看法律还我清白 不是说法律还你法律还没抓到你犯罪证据而已 但是所以媒体也不必紧张 媒体也不是毁谤 媒体也是 媒体是有可疑的形象 他就可以追嘛 所以但是呢 川普这个人是这样嘛 对一肚子憋个气终于松散了 那该呼呼人也呼呼人嘛 对不对 然后他的个性就这个样子嘛 他会整个那个嘛 但是呢 第一个就是说这是人民的观感问题 可是他有一个他有运气很好 那运气很好就是因为就是说 对方没有高人嘛 对方没有可以压到他的人嘛 对方几个大的 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对比的嘛 三张无老虎猴子成王嘛 对不对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很独定 他就专心搞选举 但是他让人民看不见的就是中美贸易嘛 中美贸易他要来的利益更多 大陆买更多的东西 这样给人民的感受震生嘛 老大你专门做选举我问一下 就川普来讲 通俄门官司办不倒他了 美中邦一谈判 他占上风 然后现在看起来 他的对手又没有什么真正能够成气候的 白宫之路没有障碍了吗 我是觉得 他的胜算也是应该是大于50%了 大于50% 但是你说超过55% 这6%我也不认为 因为他这个东西到最后 整个他的一些 要攻击他的东西也会在后面才出来嘛 教授 4月3号刘鹤要去华盛顿 希望为这一年多的美中贸易 能够真正就定下来签一个协议了 你认为现在刚好就在这之前 通俄门官司对于川普来讲脱身了 那这个DL可以签得下来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是心情会蛮紧张的 因为过去看川普的形势风格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自己谴责自己 为什么事前没有考虑到一些因素 但直求对决回答您的问题 我觉得今年上半年签成的几率相对比较高 它是美中双方各自政治和经济上面的需要 所决定的一方面就是中美贸易战继续打下去 如果提高这个大陆苏美产品关税的话 美国的消费者会有感觉 美国的初选虽然是明年的春天才正式开始 但是部署这个礼拜 川普已经开始他的第一场 这个所谓竞选的演讲 这个礼拜已经开达了 所以我觉得 双方签的一个协议的话 对中国大陆 对美国都好 都好 中国大陆马上要迎接这个70周年的这个庆典 那么而且内部有很多大事要办 那么明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所以如果中美贸易一直不定下来 让所有的投资者都悬在空中 那么中国大陆经济下行的压力中间增添变数 这些对中国大陆要办庆典活动来讲 都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考量因素 所以对双方都有利 那我追问一下委员 帮我们简短讲就好了 之前本来讲说通文门官司还没有了之前 可能克里姆尼公跟北京之间 有一些管道或者是有一些证据 可能克里姆尼公可以随时给北京一些讯息 给川普一些压力 但现在官司没了 所以他可能更在里面一角 要多一点的可能性增加 你怎么看 川普比较可能有机会打二国牌 那打二国牌当然就是相对对中国不利 就是他比较有机会强硬 比较有机会 因为唐河的可能性大概是零了 那妨碍司法的部分还要调查 可是就是说唐河大概已经没有不可能了 所以我觉得反而会变成是美国拿俏啦 对我就是说他会要的多一点 我的感觉啦 因为你看他金正恩他就我个位 那他也讲了一句话说不排除下一次对中国也是我个位 因为目前事实上美国的贸易代表已经到北京了嘛 那下礼拜刘鹤要去美国嘛 可是目前传出来的那些都是很难解的问题 比如说听说啦 因为现在也没有详细啊 说大陆提出了大量这个强制计转的清单 可是这是真的吗 我是打个问号啦 那强制计转怎么界定呢 因为表面上都是合议啊 所以你怎么去定义呢 还有就是说美国是不是可以单方 说你对我不公正 你没有落实啦 那这样大陆会不会觉得是不平等条件 因为通常互惠嘛 所以你可以指控我 我也可以指控你没有执行啊 那目前听起来是美国不愿意双边啦 他要单方 说你如果没有公正执行 我可以要求立刻补证那个关税 就关税可以重来啦 这些问题我认为大陆要让不难度都扳高的 所以有没有在最后关头之前稍微拿翘一下 最担心的是日本人 日本 因为安倍他G20开会 尤其他是新天王上任第一个大国际会 如果这两个凶悍人吵起来他怎么办 他在日本很麻烦 如果说在4月份留会去 结果最后最终的协议没有敲定的情况之下 五月份其实不太好看 还有汇率 就是对中国如果有决定汇率要改变的时候 要不要智慧美国 不过我就是还要提出就是 如果他真的到最后关头又拿翘 大家也就不要意外 因为川普 我来继续聊 我花点佩服聊一下习近平到欧洲这趟访问 到底是对于整个欧盟里面的国家 对于北京有什么样的看法 先给大家看一个民调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民调机构 我们特别声明是美国做的一个民调 你是否信任习近平能够正确处理国际事务 意大利信任的14% 法国信任的26% 西班牙信任的15% 英国信任习近平的有49% 老师为什么英国跟其他国家差那么多 因为英国自己本身状况多吗 这是一个但是我会回想到更长远的 英国其实是近代人类历史 或近代国际关系史中间 处理外交最老到经验最灵活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民调我觉得 如果说是一个公正的民调的话 我说反映出来不列颠民族 他在维护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时候 所做的选项填达的一个标准 那个这个Palmerston讲的名言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 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利益是永久的 所以他这个民调反映出来认为说 现在习近平能够为英国带来异利益 对 应该这样讲 对 但我就不想要去想说 黄总人跟白总人之间这个问题了 那我觉得还有一部分 就是这个牵涉到未来美中俄之间的一些关系的变化 就是白人联合还是黄白联合 那么这些就是比较敏感的问题 今天不讨论 今天不讨论 好 习近平外交式的战场转向 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他这趟欧洲行的 是跟意大利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那另外也对于法国购买了300架空中80 当然对于美国这个737 MAX出状况来讲的话 更是一个痛极 不过几个领袖级的人物 对于习近平的一些谈话 大家也看一下 马克宏他乐见欧洲觉醒 那欧洲人的天真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他同时也 他一方面呼吁欧洲的国家要觉醒 但一方面他也非常乐于中国大陆来买飞机 那梅克尔呢 他是觉得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很重要 但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互惠 我想请教一下 委员你来看 看起来欧洲这些领袖 并没有对于习近平有太大的一个成见 或者是说对于中国非常多的一个反感 但是民调上面却显示 对于习近平能够处理国际事务 一般民众看法又不是那么的高 你觉得这主要问题差在哪边一个落差 我觉得欧洲人对自由民主 还有全球的价值理念 当然跟美国还是一样的 可是他对自己的利益的计算比较务实 比如说华为就很明显 到最后他还是认为说 还是看具体检验的结果 来断定我要不要禁你 最明显就是英国跟德国 那你就看到他有一些务实的做法 其实这次意大利 跟那个习近平牵一带一路 我觉得对欧盟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因为欧盟基本上是希望 大家一起来做决定 不要个别决定 那如果说意大利可以单一突破 那意味着他以后可以更可突破 不过这个也凸显出 意大利的经济出了问题 就意大利是个 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 就是G7里面 他是最弱的 他亚投王没有签 因为亚投王是要嘛就是资本优势 要嘛就是技术优势 你可以包括工程 你有大的工程团队 他没有这种优势啊 所以你看英国跟德国 法国都去签啊 对不对 可是一带一路他要签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你的钱啊 那其他三个国家不需要大陆的钱啊 意大利很需要外资啊 我以为你刚刚自己提到就是 意大利跟北京签了一带一路 对 欧盟不是滋味原因是因为 那接下来可能他 每个成员国都会被各个突破 所以你觉得意大利陷下去之后 接下来会有连锁效应吗 尤其是对于 比较像偏东欧 比较需要的金元 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因为一带一路大家都知道就是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始在租啦 或者是买港口嘛 那欧洲好几个港口都已经被突破了 那这个欧盟当然会看在眼里啊 那如果连意大利都被突破 本来是希腊嘛 那本来是想说大概就是周边那些小的国家 比如捷克也跟他特别好 那连意大利都进来了 那接下来我真的是 所以老大你看这事情就是 欧盟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基本 有爱也有恨 爱的部分呢 当然现在对于包括了像希腊 意大利或东欧一些国家 他需要极客支援 但担忧也是有的 首先第一个来讲就是整个在这个政治面来讲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 都必须考虑中国这个欧亚这个大战略 中国的战略是不战而阻欧亚 就在欧亚它要有主力 它还是主角的作用 所以它的战术是布点生根 然后连点呈现 然后扫线盖面 你看它从那边经过 从斯里兰卡去 然后整个 整个年以色列那边 它进入地中海了 尤其它把整个 我大家都知道整个希腊经济崩溃 到最后这个中国大陆 它能够转败 转败为胜 中国大陆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这个希腊的这个总统讲过一句话 我愿意当大陆这个 整个进入欧洲的一个重要关键嘛 就这样 那它的战法是超军事手段 那美国唯独 中国是军事手段在威胁嘛 那它是超军事就不是 所以它的战型是柔性低调 它很柔性低调 可是外行不知道 没有感受到那个 但是内行都会清楚 这上面这个尤其欧洲水准还是比较低的 可是欧洲也会有个心态 那他们心态是什么呢 我给他分析写个打货事好了 欧洲财政都吃紧 你要不要中国来讲不管它财政都吃紧 大陆采购太动心了 那全世界只有他一下那个收笔嘛 那这么多人想买得起嘛 只是多少有戒心 所以他也会考虑到这样 就讲一下 还得维护自尊心嘛 毕竟 所以他有些话是在维持他本身的一个自尊心 这到底是鸦片战争以来看不起的一个地方 复活最明显 对不对 所以他会就在这中间那个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 一拳逼死英雄汉了 所以他要讲一下我们还是竞争的 意思就是有一天我还是 说不定有一天我还是比你强的 所以这是一个自尊心作用 那小心他小心他 就是因为考虑到他这个整个 整个这个欧亚这个战略上 他还是必须要那个的 是 老师可以帮我们稍微简短点评一下 就是在美中竞争 如此的看起来就是会硬碰硬的情况之下 当然习近平把很多欧盟 当做是他接下来扩展的一个地方 这此行在欧洲这样走一圈 你觉得他的成绩如何 我如果 我这次用比较严苛的角度来看 那个可能跟中国大陆中宣部 要讲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平平 也就是说没有达到 没有任何超过设计的目标 走场 照常走一遍 那么 但是并没有特别令人振奋的突破 那么也没有给这个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带来重大的挑战或危机 我觉得他拿到了一些原来就可以拿到的 完全铺垫好了 然后让这个习近平去收割成果 是一个 是一个 而且这个一带 而且这个一带一路的东西 有点像两岸之间 就有很多承诺 如何落实 被忘录了 对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所以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在过去三年承诺的实现率 已经有很多研究报告出来了 它并不是那么亮眼 也就是说大陆答应的多 但实际上到位的并没有那么多 包括投资在内 而人们又会特别注意 中国大陆是不是做战略突破 比如说我又有一个港口被我买下来了 或者是又有一国的某一些公司 因为欠债的关系被我收购了 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委员讲的第三个 就是习近平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因为他取消任期制 这在西方社会 就已经快要 就已经不及格了 另外对于人民的性贫 人权的尊重 宗教的问题 这个在欧洲 就是刚刚委员讲人权的问题 欧洲非常明显的 基本价值 对 这个所以我觉得 就是分数刚好而已 及格 我们来还聊另外一个话题 戈兰高地 这个争议已久的 以色列长期占领的区域 在这个礼拜发生一件大事 就是川普承认这就是以色列的 那这个对于两岸之间 会有什么非常严重的一个启示呢 我们回来请到来宾 马上回来 国际间这一周真的发生了蛮多大事啊 你看这个火光四射的地方是在加萨走廊 这也让以色列总理纳尔雅胡本来在美国访问 那他也放弃了跟川普吃晚宴的机会 他就立刻回过到国内的直奔国防部去坐证 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基金组织哈马斯跟以色列目前都还算是有点克制了 宣称这叫做物赦 那你认为这战事会扩大吗 我觉得这整个局是跟以色列的大权有关 那么所以川普总统这个有点出人意表的 因为毕竟五十多年来大家都认为戈兰高地 是一个disputed area 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区 那么所以川普用这么明确的方式 就是说美国正式承认戈兰高地属于以色列 他当然是给纳尔雅胡总理加分 在选举中间的加分 是 那么我觉得周边的人也知道 中东问题或是尾巴问题 能够因为美国川普的一个推特或一个政策宣告 后面就很平坦 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是这个叙利亚跟以色列之间 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 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远大于戈兰高地的一个陈述 一个表述 所以我个人觉得很多 即使在中东的人都会认为 就是说这个宣告它不会是有 特别长远的重大影响 但是对于纳尔雅胡现在的民调 以及他4月9号吧 4月9号投票 所以这个时间点跟选举接得太近 所以是跟选举有关联 明显川普是在帮纳尔雅胡做球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纳尔雅胡到美国之后 美国川普送上什么大礼 给大家看这个表 纳尔雅胡说 以色列从来没有比你更好的一个朋友了 他细数 因为川普当家以后 包括美国 退出伊朗和子协定 也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把美国大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 那接下来呢 就在这个礼拜也承认 戈兰高地是属于以色列的 国内台湾的观众朋友 可能对于戈兰高地没那么熟 我们做一张表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牵扯到历史跟宗教 还有民族的背景太复杂了 我们简单来讲 1948年 以色列当时这群犹太人就是 算是空降到了巴勒斯坦的地方 就成立了这个 以犹太人为主的一个国家 那周边全都穆斯林 全都阿拉伯世界 你当然就成为大家的眼中钉了 所以以色列当时就跟周边国家 不断地发生战争 暂时绵延到数十年 到了1967年的时候 发生了六日战争 这六日战争呢 美俄也卷入 美国跟北约当时就挺以色列 让以色列击退了阿拉伯的联军 进而在当时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 跟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从那时候就一直有争议 到了1981年的时候 联合国宣布 以色列你这样的占领戈兰高地 是违法的 但以色列背后有美国在挺他 所以他就不理 他也不撤军 就一直僵持到了现在 甚至呢 在1981年的时候 他也立了法 就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了 直到现在川普 我们美国也承认你们的 那就你们的了 所以现在很多国际跟美国的学生 也就警告 川普他这一位 没有什么忠心思维 这个以利益为最高指导原则的 一个元首 他的思想 能够让戈兰高地 就说是以色列的 那你有什么理由 如果今天有一天 中国大陆出兵 占领了台湾 占领了久了 那就不会得到美国的承认呢 这是美国学者提出的一个警告 委员你这 对这样的一个警告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如果这样 连克里米亚美国也不能够不承认 对不对 你不要讲台湾 不过因为这个 以色列对于美国来讲 是重要的盟友 更有利益的 不 我知道 我的意思说我们就国际法来讲 所以如果外交承认是可以 因为武力占领 久了 那你就接受了 那克里米亚 为什么没有正当性 他美国西方之所以不承认就是因为 他认为那个是武力控制下的公投嘛 是 那坦白讲那个地方俄罗斯人也是多数啊 你怎么知道那是公投不是真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可是你就是不承认 结果这种更争议的地方 坦白讲这争议的程度 远超过克里米亚啦 是 你怎么可以承认呢 那承认当然 后任的美国总统我看会很麻烦 很麻烦 包括 包括耶路撒冷作为首都一样 就是宗教纠纷的开始嘛 那 我倒不认为说是为了助选单一因素啦 当然也包括伊斯兰国刚被他消灭了 因为就是叙利亚嘛 他就有点 比较有底气了 他就觉得我在叙利亚大概 守得住 所以哥兰高地我做这个承诺 那叙利亚不会突然来打以色列 不然本来伊斯兰国就在伊拉克叙利亚 那个地方有地盘嘛 嗯 所以我是认为做这个事情是 相当愚蠢的外交决策啦 嗯 因为纳坦雅坞本来就跟你非常好 也很需要你 那 你给不给这个球他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要支持你嘛 对 而且 耶路撒冷承认为首都 美国国内的 犹太团体就已经有够感恩戴德了啦 嗯 你还要再进一步做到这个程度 对一个说法就是美国的福音派 会因此而更加的支持川普 犹太人的政治能量当然不只有选票 嗯 方方面面 嗯 我是觉得不值得啊 不需要哥兰高地去 也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 也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 他已经有了 所以委员的意思就是川普这个就是想不出来有什么 聪明的地方就是愚蠢居多 但你觉得对于两岸之间有什么启示呢 不 这个当然会让一些大国啊或者比较敢用军事手段的国家得到鼓舞啊 嗯 就我就会 我就站了啊 站了久了 我就可以用这个例子来说 要求你美国你必须同样嘛 当然是这样啊 老大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那第一个就是说他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吧 嗯 因为联合国也给你做过这个决定 这个你这个不对的 还有你美国到底不是说你说了算嘛 嗯 老实说是讲一老实话 这个事情就是这两个人爽 对不对 爽那时候爽完了以后 爽了以后搞了一地的脏 后面的人去助理吧 嗯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你要不要讲说 你不要讲说这个克里米亚岛 俄罗斯的北方四岛呢 你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也是账号 账号我进去给你站 所以他这个 他的理论啊会造成后面 很多这个对世界来讲是真的是添乱 那当然对邋遢雅胡来讲就是说 川普对他很好 他的感觉对他很好 尤其对比奥巴马那就更好了 嗯 因为奥巴马的时候双方是有点有点有点降嘛 对不对 那当然当然这个川普他还是很清楚啦 叙利亚我帮你解决的问题 还有你的库德族那个整个 整个那个所以你也 你也只敢象征性的 误射几颗飛弹 你也不敢真正的跟他怎么样 但是他还是要考虑蒼远 对蒼远来讲不是 煎烧的阿拉伯多烦 对而且他会对整个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话 他们是很 他们会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当然 他们说他是会隐忍 但是未必就不发 等他一发的时候 那后面 但是川普他们这种 他是不会管你后面怎么样 嗯 他发觉等你美国稍微虚的时候 对 美国的学者是提出警告 因为川普的做法 等于间接的就支持了你武力去侵占 去占领酒的话呢 那如果你刚好对于我美国来讲 又有非常好的一个利益的话 那我就可以承认 你占领的就是你的 所以美国学者 所以美国学者是因此为前提而担忧 台湾后面是下一个受害者 其实戈兰高地喔 就这个礼拜这个case 对台湾的启示 要相较于刚刚委员讲的那个 Crimia 来讲克里米亚的启示 其实才是台湾真的 真的要担心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小绿人 大家把这个军服上面的标志 国旗拔掉 进去了 那个直接占领机场电台 我当时我正在欧盟 我在布鲁塞尔 刚好拜访欧洲议会 我看到我心里量了一节 回来赶快写了一个专栏 因为欧洲还没开会 那边已经占领完毕了 小绿人你要解释一下 小绿人就是俄罗斯的军队 拔掉自己的识别 突然上那些还没有议会过来 对 OK 拔掉自己的 然后因为军服是绿色 然后就进去了 那么所以你当时在坦克 在拍到所有照片 你没有办法马上证实他是俄罗斯军队 但就是 所以大家叫他小绿人 那不是民进党 也不是过马路那个小绿人 那个我看到 包括很多议会的议员 不知道要怎么反应 因为要集体喔 大家是共事局喔 另外一个 北约形同虚设 那个北约国家 到底要采取什么样子的动作 没有统一的思想 还有就算有 军队是从哪里出发 来不来得及 所以为什么我说那影响更大 就是 这个 突然一下 措手不及 来不及反应 可是就变成既定事实了 就变成既定事实 变成既定事实以后 国际社会的反应会来不及 来不及以后 就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这样子 其实克里米亚这例子 比较接近于台湾 是因为他背后是恶国 对 我们面对状况也比较趋近 像这样子 因为背后是大陆 所以委员你看这个 刚刚你也解释过了整个 可这个 这有可能会发生吗 北京会一直来被鼓舞吗 应该不太 不会因为待遇这样的世界 至少他在国际法上的辩论 他就比较有武器 当然那个我们当然 我们国防的水平 当然没有克里米亚那么弱 而且还隔了一个台湾海峡 他那个介正兄他的意思说 你如果被突袭 比如说斩首成功 然后造成一团乱 然后好像局面 远非远来的样子 那美国怎么办 有这种状况 那美国如果说 都可以顺着国际大势走 所以强者 反正我先战先赢 那这样就没有什么好讲了嘛 那大家就准备军事手段了嘛 不是这样吗 刚刚我也提到一个就是 美国现在这个时间点 那承认戈兰蒂 除了以色列自己的国会大选之外 另外一个也是 刚刚好的IS被完全的歼灭了 薛利亚政府军宣布被歼灭了 不过这一点我还要提到老大 因为这个 他的首脑如果巴格达迪啊 他到现在 没有人知道 他是生是死 看不到尸体 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如何 因为他不曾公开曝光 只有用影片喊话 没有任何的电子足迹 基本上据说都用信差 要见他面 要花很多时间去徒步找到他的 开会的地方呢 窗户全部封死 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觉得IS要真正的被歼灭了吗 还是风吹 第一个 吹风吹又生 这个首脑还在不在 我们都不知道 在IS内部知道 所以很简单 第一个他在了 可能他后面要怎么出来 第二个他不在了 也会有人取代 因为整个来讲就是说 整个来讲就是说 他这个会存在有存在的因素 今天不是IS也是其他组织 存在成长爆发13个阶段 他现在只是影响 并不是灭掉了嘛 对不对 他像细菌一样躲一下 你现在杀得凶我躲了